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部美国惊悚恐怖片《惊魂小岛》 观看过这部电影的许多观众都给予好评 影片由美国导演亚利桑德罗·阿曼巴指导 于2001年8月2号在美国上映 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和良性的制作 获得了众多奖项和观众的认可 影片的开头讲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主人公格雷斯独自在一座小岛上 先进地抚养两个孩子安妮和尼虎拉斯 等待丈夫从战场上归来 然而更悲催的是两个孩子对阳光严重过敏 每天只能待在室内 因此格雷斯将他们居住的那所巨大的英式古宅的所有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 突然有一天仆人不辞而别 而为了照顾好孩子 格雷斯只好又雇了三位仆人 他们是保姆米勒太太 原丁特托先生和雅女仆人琳达 不过他们三个人的到来 在给房子带来欢乐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奇异的事情 比如门会自动观赏 钢琴自动发声 安妮甚至说她在屋子里看到了一个叫维克多的陌生小男孩 遇到这种情况 即便男人都会被这种诡异吓到 更何况是单身母亲 格雷斯逐渐陷入了不安之中 他深深地感觉到那三个仆人让人琢磨不定 他开始揣测他们的目的 格雷斯原本就是一个性格怪异的人 他感觉仿佛噩梦快要到来 就这样 诡异的事件一直在发生 然而影片的结尾 剧情突然反转 真相是早在仆人离开前 格雷斯已经精神分店 更是残忍地用枕头 闷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并且自杀了 所有仆人都离开了 但是格雷斯还以为自己活着 但其实那些都不过是他的想象 只是他们的鬼魂还留在古宅 直到后来两个孩子夜间去找爸爸时 发现了三个仆人的坟墓 才突然发现了原来三个仆人都不是活人 惊慌失措回到宅子 三个仆人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一切 与此同时 住宅的新女主人找来林梅 驱除鬼魂 这才让格雷斯明白了自己和孩子早已不在人世 同时 杨坚的女主人也因为受不了格雷斯鬼魂的困扰而搬家 影片的最后 格雷斯决心要在古宅陪伴着孩子一直住下去 等待丈夫的归来 影片到这就结束了 惊魂小岛 全篇围绕着格雷斯的精神变化进行描述 营造出恐怖的氛围 而反转的剧情也让人不禁大赞脑洞大开 观众不仅能够身临其境般感受到惊悚的气氛 在影片结尾 也能察觉到一丝人性的温存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